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到Sony的新機發表會 那今天在我面前的是 Sony的Xperia Pro i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比較專業的Jerry 來幫我們介紹這支手機 大家好我是Jerry 好那大家好我是Jerry 那很快的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所發表的 新機Xperia Pro i 那這次的i呢 代表就是Image的意思 就是我們希望說 提供一支手機 可以讓這些愛攝影的人 滿足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需求 那這次這支手機 最大的一個特色呢 就是這支手機 它搭載的是1.0型的感光元件 而且它擁有相位偵測 自動對焦的遮影手機 它是全球首款的 那我們從相機的硬體 開始介紹的話 這邊可以看到 有三顆不同的一個鏡頭 它分別是16焦段 24焦段跟50焦段 那其中這顆24焦段 就是我們這次做最大突破的一個地方 第一個呢 包括像是它搭載了 像是剛才講到的1.0型的感光元件 像素間距離來到了2.4μm 同時呢 這顆鏡頭呢 搭載的是F2.0 F4.0的一個雙光圈的一個功能 那同時呢 可以看到這上面還有一個TESA的一個字樣 就表示說這支手機呢 它又搭載了TESA Lens 那TESA Lens導入之後 可以讓這個對比度啦 銳利度啦 同時也可以讓機身做得更薄 同時它本身也具備了這個 非球面的玻璃鏡片 這三顆鏡頭同時都搭載了 TESA 鍍膜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在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為各位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感光元件變大之後呢 包括像是在低光源的環境拍照下 或者是HDR的環境下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表現 手機的拍攝能力呢 在rolldown的部分也支援到12bit的部分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這次 隨著這支新手機呢 推出來的新功能叫Video Pro 那我相信這次的1.0型感光元件 不只是在相機上面有提升 那在錄影上面也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 所以呢 可以看到我們這次在手機上面 它推出一個全新的Video Pro的功能 那這個Video Pro的一個介面呢 其實長得很簡單 就是錄影 然後你可以做面子做帽 然後你可以 只要是黃色字的部分 你都可以進行調整 那當你覺得環境不夠亮的時候 你可以針對它去做那個像是 EV啦 或者是ISO值的一個調整 那在這裡面全部都可以設定到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介紹一下這支手機 它本身也是全球首款支援4K 120fps 高幀率錄影的功能支援手機 它這次的特色是不只是可以錄120 它在存檔的時候 也可以以每秒120影格來進行錄製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一個 是我們這次所推出來的新功能 就是Vlog螢幕 這個是我們的Vlog螢幕 它本身是採用磁吸式的方法 直接吸上去 好 那接著我們再把手機夾上去 當我們把畫面進行輸出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手機出現了第一個提示 是否要使用這樣子的一個螢幕 當你按一下確定之後 其實呢畫面就轉到自己這邊來了 那我接下來要做一下Demo 那這時候你會看到我們自己的畫面 就是會切到自己這邊來 那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使用 這個主鏡頭進行拍照的部分 那這個呢這個藍牙握把部分 你可以直接進行 像是影片的拍攝 或者是邊錄邊拍 然後也可以做Room 對好 那在看完了這些簡單的操作一下呢 其實在這個螢幕上面 還有很多的一些特色 我想一一跟各位做個介紹 第一個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外接螢幕上面它本身有做一個 影像的一個輸入 第二個呢這個是電源的部分 所以當你用一個USB Type-C的電源 輸入的時候呢 它除了對螢幕供電以外 它還會對手機進行充電 第三個呢就是這上面有個 外接麥克風的一個插孔 所以這3.5mm的部分 你只要接到麥克風之後 它在上面本身還有一個熱靴的一個設計 所以你可以再把麥克風接到這邊 那接下來呢就是可以看到的是 它在側邊的使用方面 在側邊的使用上面呢 它其實有看到就是有螢幕的亮度 或者是翻轉 或者是這個螢幕翻轉的一個功能 或者是螢幕開關的一個功能 我想接下來我透過這個實際操作 可以讓大家看到更多細節的部分 第一個呢就是螢幕翻轉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一個 鏡像的一個拍攝角度 就是你自己在看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說我可以透過這樣子 怎麼樣進行拍攝 第二個呢就是亮度的一個呈現 對你可以看到它本身有三四種不同的一個亮度的一個調整功能 好 那最後呢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這次在外界螢幕上的一個使用 那這個是目前已經在使用的一個手把 那透過這個手把 它其實也是可以做前後的一個彎曲 然後進行很方便的一個拍攝 好 那我個人還有很喜歡的一個地方 來這邊跟各位做個介紹 這支手機呢側邊呢就是有個實體快門鍵 那這邊呢是一個自定義的一個功能鍵 這自定義功能鍵呢在出廠的時候 它D4按下去的話是啟動了Video Pro 當然你可以自定義嘛 所以使用者可以自行去設定說你要啟動FB啦IG 或者任何你想要啟動的App 那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這支手機 我們有把這個吊飾孔做了回來 所以在這支手機裡面其實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完整的一個手機的元素在 而且它的側邊的設計也是全清楚的這個邊框的一個設計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這次所推出的Xperia Pro-i 好那這個外接螢幕啊 它這個整組手把 它可以試用其他機款嗎 目前看到只有支援這支手機 那未來會不知道 對它目前開出來的官方規格就是只有支援Xperia Pro-i 對 Pro-i才可以 對還可以用 所以我接One Max 3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不行 因為官方目前沒有揭露這樣的一個字 好我們感謝今天Jerry幫我們做這個介紹 那目前它的售價以及開賣時間都還沒有出來 那它這一次有推出一個原廠的保護殼 以及這一組這個Vlog的配件 至於後續的消息如何 那我們就請請拭目以待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謝謝大家 掰掰 212 212 2 4 4 5 5 5 6 6 6 7 7